胡蘿蔔就是棒子 棒子就變成就是說 那你如果 你投票再反對我的話 那就這樣子了 那你這個伊比利豬 我的豬肉市場 我就要用關稅來抗你了 那法國也就講白蘭蒂 對不對 然後對這個 義大利來講的話 也有一些反制措施 所以就變成就是說 這有胡蘿蔔有棒子 其實我覺得就是說 這個磚 這個牆並沒有那麼硬 中國大陸這邊 商務部長王文濤 現在在處理的是 跟歐盟之間有關 電動車關稅的問題 9月19號他在歐盟總部 會見了歐委會的 執行副主席兼貿易委員 叫做東布羅夫斯基斯 東布羅夫斯基斯 在會後表示說 雙方在會面之後 也明確表達透過磋商 解決分歧的意願 一致同意繼續推動 價格承諾協議談判 達成雙方都能夠 接受的解決方案 那麼在這次會談之前 西班牙在上個禮拜 已經敦促歐盟要重新考慮 對大陸電動車徵收最高 可以達36%關稅的計劃 德國也都表示了 強烈反對這個計劃 所以現在變成說 歐盟最後是決定要延遲 把這個原本在25號 9月25號要舉行的 歐盟成員國的最終投票 時間在往後延 那大使您看 就是我們現在看到 包括北京的反制 已經是開始針對 進口到中國大陸 像是歐洲的白蘭地 乳製品還有豬肉產品 開始一些調查 所以後續看得出來 王文濤這次去是有效果的 至少還願意進行協議談判 是有協商空間的 但怎麼談 對現在事實上 他這個本來原定 9月25號的投票延期 現在就已經看出來 他要延期就是有效果了 這個談就變成就是說 一方面要跟職委會談 一方面要跟重要的會員國 利益交官的會員國 所以他的交涉 談判的對象是多元的 所以就是說 要一個個擊破 也要對他的這個 這個主管的單位也要擊破 那當然這個主管單位 他也沒有最後的決定 最後還是會員國 也最後來投票 要16個15個會員國以上 然後65%以上人口 大家都確認這個案子才能定案 這個案子現在是屬於暫定措施 那9月本來投票以後 他會變成一個永久性措施 可是也不是天荒地老 他一段時間他還是要重新檢討 重新檢討 那我覺得就是說 現在像西班牙就已經轉向了 上一次才投票 上一次投票是所謂的暫定措施的投票 投票的西班牙就贊成 那當時意大利也贊成 然後法國也贊成 只有兩個國家 這個說基本上就是說強烈反對 一個是德國 一個瑞典 那這裡面其實中國大陸的策略是 一個是怎麼樣 一個是胡蘿蔔 一個是棒子 胡蘿蔔就是說跟這些國家去怎麼樣 交換利益 比如說意大利的話 意大利的梅諾尼總理 一個多月前去了北京 那麼他希望中國大陸 當然跟意大利多投資 多一些開放一些意大利的產品 到中國大陸 可是他也希望中國大陸的汽車產業 能夠去買意大利一些 瀕臨破產的一些汽車公司 那這些東西如果願意的話 那意大利當然也有投桃報李 這是一定的 西班牙的話 也是希望中國大陸 跟這個 西班牙在這些投資貿易上加深合作 所以就變成說大家都有利益可以交換 那大家都滿意的話 那西班牙他當然在歐盟投票 他就轉向了 意大利也就轉向了 所以你覺得哪些國家會是關鍵 關鍵一切就看法國了 因為法國一直不動聲色 那就變成說 目前是贊成的 對 目前是贊成的 所以就變成說法國也沒有辦法 一個國家去確定 沒錯 那搞不定我就把你其他國家都搞過來 你西班牙 不是 你法國也獨木南枝大廈 沒錯 那另外一方面我說 就是說除了活潑就是棒子 棒子就變成就是說 那你如果你投票再反對我的話 那就這樣子了 那你這個伊比利豬 我的豬肉市場我就要用關稅來抗你了 那法國也就講白蘭蒂 對不對 然後對這個意大利來講的話 也有一些反制措施 所以就變成就是說這有胡蘿蔔有棒子 其實我覺得就是說這個磚 這個牆並沒有那麼硬 事實上你也可以看說 這個王文濤他們現在在歐洲這個 這個直接談判 強勢談判是會有效果的 對於這個問題 現在看到南華早報也報導了 說歐盟內部呢 針對中國大陸電動車是不是要課關稅 目前的看法是分裂成兩派 我們剛剛也稍微略略提到 法國跟義大利這些國家呢 主張徵收高額關稅 那德國跟西班牙還有匈牙利呢 這些國家是對歐盟加徵關稅表達反對 特別德國很積極地在努力說服 歐盟其他的成員國在投票的時候 要投反對票 德國車廠因為是長期依賴中國大陸市場 那麼西班牙跟匈牙利呢 則是看到像是有齊瑞 比亞迪去設廠 所以彼此呢也有這個合資關係 如果從這點上面來看的話 大陸電動車產業的這個投資策略 似乎看起來有奏效 施董 您的看法是如何 車廠的投資策略基本上 第一還是成本啊 第二還是市場 我倒不覺得說 車廠的投資策略是政治掛帥 我覺得這裡面當然有一定的一個 一個政治因素 但是你一個車廠一個投資 它能不能長久 能不能存活 還是在成本跟市場 那的確像以比亞迪來講 它投資在歐洲的不同國家的力道不一樣 投資項目各有一些差異 這當然會影響了各國 在這個議題上的一個態度 但是整個英國關係 還是從市場成本 然後投資策略 然後影響到了該國的一個產業政策 或者是對於貫稅等等的一個看法 我覺得基本上的一個邏輯 是這個樣子 那我覺得目前很明顯那個職委會 剛才大使也有提到那個職委會的一個態度 以及職委會 他會看各國的一個傾向嗎 那我覺得職委會目前態度 事實上以託代變的一個 的跡象是蠻明顯的 那我覺得這個以託代變 短期來講 當下來講 德國方面的一個聲音 對他們來講是有利的 長期來講其實還是要看幾個因素 一個是說未來中國汽車產業的 持續的一個發展狀況 另外一個比較大的因素 我覺得反而還是要看大西洋對岸美國總統一個選舉 如果是川普當選的話 他延續他既有的一個政策 整個世界市場會一片混亂 那我們記得在這節目裡面 也有談過中國的電動機車 對美國市場的影響的 這整個會糾纏在一起 那如果是那個賀錦麗當選的話 如果延續拜登的一個政策 他們傾向於跟世界各國 特別是他們的盟邦國家形成一個體制性的運作 那這樣子會不會繼續再回到WTO 或者是類似的雙邊談判 副邊談判 來建構一個世界的一個市場秩序 如果是後者的話 那基本上比較期待一個有預測性的一個市場的一個情況 我覺得也會影響中國跟歐盟的一個互動 來看到歐盟原定在9月25日 要對中國大陸的電動車進行徵收反補貼關稅 來投票表決了 但是就在中國的商務部長王文濤 訪歐行的好幾番好說歹說之下呢 現在似乎有一些轉機出現 美國媒體政客新聞網歐洲版的報導就指出 有三位歐盟的外交官他們表示 這個投票被推遲了 但沒有具體說明原因 那介大使以你這個多年的外交經驗來看 王文濤此行跟歐洲多國的官員來進行交流後 這場中歐的關稅戰只是暗下暫停艦的緩兵之際 還是說真的是高高拿起 那最後輕輕放下 其實就歐盟執委會的立場 因為執委會它是反映了我認為比較多的美國的立場 因為它被這個這個 這個凡德雷恩一個人所控制 那執委會的話 在貿易上面它有很大的權限 因為歐盟的整合來講的話 各國讓渡主權主管事項最多的就在貿易 所以這個貿易部分 就執委會扮演一個很重要的角色 所以執委會在後面力推這個角色 可是歐盟基本上會員國還是有一個最後的對 歐盟的這個執委會的決定 有一個什麼 有一個最後的衡量權 也就是這個投票 這個歐盟它有很多的法定程序 它不是要實施這個 這個所謂反補貼 或者反補貼稅的時候 那麼它要先規定是一個暫定性質的 所以暫定性質事實上 現在已經是一個暫定性質了 本來原定9月25號是要讓這個暫定的變成什麼 永久性 那所以這個這個投票 9月25號原定9月25號是很關鍵 因為一確定的話 這個關稅的稅率 懲罰金關稅大概就定 五年之內很難改 那對中國大陸來講的話 其實對歐盟這樣子體制談判 中國大陸的這個談判的策略 是慢教科書式的 一方面跟這個執委會 也就是這個多邊的整合的機構 另外一方跟它這個多邊機制的 各個重要的成員進行雙邊談判 那上一次投票的時候 事實上有兩個國家就沒有贊成 一個是德國 一個是瑞典 那贊成的國家大部分就是這些 譬如說法國西班牙 意大利 這些國家為什麼會贊成 這個議案對哪些國家 歐盟27個會員國 只對這幾個國家有影響 其他你譬如說立陶宛的話 它根本沒有汽車工業 這個說實話 徵收關稅對它不利 它要買中國的汽車的話 它搞不好它會更貴 所以很多國家它沒有利益 它沒有損失 而且大部分國家應該來講 它如果扁出政治意識形態的話 中國的電動車越便宜 他們國家受惠越多 它可以擺脫德國 法國 義大利汽車 對他們國家汽車市場價格的 那種載制跟那種壟斷 所以呢 所以基本上現在就要 把幾個關鍵國家把它孤立出來 把它說服出來 那事實上就比較容易奏效 那德國跟瑞典已經 已經幫中國大陸說話了 因為為什麼 這個加關稅對他們自己不利 德國在中國大陸 它這個主要車廠在中國 都有25%到30%的市占率 瑞典不要忘記 瑞典的最大的汽車廠Volvo 事實上是中國吉利汽車下面的一支 已經是中國的汽車所擁有 所以現在王文濤他到歐盟的話 他先去找義大利 那麼西班牙總理 前一陣子才去過中國大陸 他口風也有鬆動 他可個別把它擺平了 現在還剩下一個法國 那麼中國大陸的談判 除了就個別給利益之外 就法國 西班牙 義大利 個別給利益 另外後面也有棒子 法國就講說 你如果說這次再投票反對的話 你白藍第九你就完了 我就不讓你了 然後跟西班牙講說 你這次再搞鬼的話 你那個伊比利豬 我就不吃了 然後對義大利來講的話 比較難 可是義大利也希望開放 也希望開發中國市場 所以就變成這個基本上 貿易談判 講的不是什麼 不是講的地緣政治 說穿了講的就是實際的利益 那你只要拿出足夠的利益 一方面給予胡蘿蔔 另外後面給個棒子 那看起來就有進展 所以這個9月25號投票暫緩 往後延 並不是說不會談 那也可能是談判的一種 一種一種策略運用 我們還很難就是說下定論 不過也如果說就是說 王文濤談判有些進展 我覺得也不會讓人意外 歐盟還是美國 他們都想防著中國電動車 就是因為中置電動車 正在全球市場大殺死亡 那歐洲一些傳統的車廠處境 就顯得有些日落西山 包含福斯集團 他們可能要考慮 關閉在德國的工廠 作為降低成本計劃的一部分 那B&W 寶馬 也因為這個煞車系統出包 面臨了一場這個 全球性召回的補救措施 在燃油車這個 慢慢過渡到電動車 這場四輪革命裡面 感覺傳統車廠 是不是有種水土不服的感覺 對 尤其是對於德國的 福斯汽車集團來說 就是一個面臨到很大的一個考驗 因為最近的消息傳出來說 它有幾個做法 要節省成本 能夠增加它的收益 主要就是要考慮 關閉一些在德國境內的工廠 還有大幅度的裁員 明年可能在七月份 會裁大概六個工廠的員工 希望能夠在未來兩年之內 能夠削減大概100億歐元的成本 那這是德國福斯集團的一個做法 但是後面原因是什麼 大概只有幾個 第一個原因還是因為 德國境內製造汽車的成本還是過高 對 你沒有辦法有一個它的競爭能力 因為有人對比說同級的汽車 如果是中國大陸製造 它的成本優勢至少是可以壓低三分之一 所以他不得不做這樣的官場 解散員工 讓員工提前退休的決定 第二個是以中國大陸自己內部的進場 因為市場來說是兵家必爭之地 這一點來說對於福斯集團也是高度競爭 而且它的營運是萎縮的 因為過去福斯在中國大陸的市場 一直佔它營收大概30%以上 但它的獲益在這幾年是大幅的減半 原因是因為剛講 就是大陸講內捲非常嚴重 所以福斯為了保有它的市場 佔有率 所以它也只得打價格戰 壓低價格 壓低價格的議題之兩面 就是你獲利會萎縮很多 這沒有辦法 第三是整體的這個歐洲汽車市場 也是萎縮的 跟全球的電動車市場也不能比 因為歐洲市場以八月份來看 電動車還有一般的汽車大幅的下滑 所以這是大的一個環境 那最後就是說 因為福斯 因為它對德國來說是非常的關鍵重要 也是戰後德國經濟復甦的一個指標 汽車工業 福斯是為首 那我們也知道 它看起來是兵強馬狀現在 比如說它1985年在中國大陸設置 中國這個大眾 大眾集團 福斯自己在漲股大概50% 那目前旗下保時級 奧迪福斯 藍寶堅尼 布加迪 賓利 Skoda等各式各樣的品牌 然後去年交車924萬輛 看起來是非常了不起 但是它的品牌利潤是大幅下降 今年第一季4% 第二季只剩0.9% 所以它集團的領導人負責人 非常的緊張 它認為說主要還是要如何去應對 來自中國大陸的汽車頻繁的競爭 還有包括像現在這個歐盟的這個 這個 談判的最後的結果如何 都會影響福斯 那這個英國的期刊經濟學人就分析了 他們覺得福斯集團想要重振雄風 可以學習中國的速度和效率 幹哥你怎麼來看這個經濟學人這個觀點 其實經濟學人他講了一句 非常耐人尋味的話叫做 關廠也救不了福斯 剛剛大仲老師有講說 我們可能在德國自己本身 因為成本太高 所以說我們可能考慮要關掉某一些 這個生產線 但是大家要知道 隨便我舉個例子就好 在德國夏薩克森這個地方 這就是福斯最重要的一個生產線 但是你知道嗎 夏薩克森幫也就是政府 他跟一部分的員工 他具有福斯公司20%的股份 30萬員工裡面有三分之一 有10萬人在夏薩克森幫工作 你要關掉他的廠嗎 你怎麼關呢 你關掉他的廠 那不是引致整個產業的波動 而是連政府的經濟跟社會措施 都會發生問題嘛 動搖國本的感覺 這不是這麼容易的事情 然後這個執行長叫做布魯諾 福斯的現任執行長 他是在兩年前被換上來的 但是他現在他講的話 他真的讓福斯自己的員工都聽不下去 為什麼 他說我們現在要考慮的就是成本 成本 一切都是要 替成本 替成本給考量 跟專家就看出來說 怎麼你設計的那個晶片 為什麼會是我們德國車系裡面 最愚笨最愚笨最愚笨 最愚笨最愚笨的晶片呢 就說他認為 就說德國汽車的光榮本來就是 VW 福斯對不對 可是你在跟競爭的過程之中 怎麼越來越退步 你的銷售量雖然說還能夠有一定的數字 可是你是不斷地在減少 在減少的過程之中 所以他跟小鹏汽車他已經 就是說跟中國的小鹏汽車他已經有一個 合作協作的協定 可以就是說縮短 這樣新車推出的時間縮短了30% 就比如說可能你一年才能夠推出一部新車對不對 那我現在可能九個月我就可以推出一部新車了 可是他雖然減少了40%的生產成本 但是他在2026年達成目標的時候 中國對手比如說吉利 比如說各大車廠又跑在他前面了 那是不是越來越糟糕 所以說福斯汽車他竟然已經面臨一個 重大的生存危機 我們且拭目以待 好 那究竟福斯要這個繼續的官場裁員 還是說來跟中國學習 並且是加強跟中國車企的合作 觀眾朋友的想法也歡迎留言告訴我們 那休息下午回來帶您繼續來探討 包含鐵道經濟在內的基礎建設話題 中國技術是否已經打出外銷的好口碑 好 觀眾朋友歡迎再回到 歡迎全世界的節目現場 最近發生了一件事情就是 好 再回到節目的現場 都說晶片如今是戰略物資 也是各國極力發展的重點產業 那除了要壯大自己還要打壓別人 那美國就對中國大陸的發展 先進晶片的技術呢 各種手段在卡脖子 那現在很流行的電動車 也都離不開車用晶片 一些大廠包括德國 荷蘭 瑞士 他們的這些晶片半導體公司呢 很多營收其實有三分之一 都要依賴中國市場 那北京當局當然也深知 進口的變數跟風險 他們就要求BRD等國企的車廠 要來提高國產車用晶片的採購比例 而這件事情都是一提兩面的 歐美的限制跟封鎖 一方面是卡中國這邊的發展脖子 而另一方面呢 也迫使中國加速晶片自主 自己自主這樣的一個國產道路 那一旦他們打通了 自產晶片任督而賣的know how 幹哥你覺得未來 會怎麼改變整個晶片格局 拜登他現在 包括對半導體產品在內 那個相關技術 他的新的制裁 而且呢 所有半導體公司 你要撤出中國 歐洲的那個公司也是一樣 現在在觀望 那問題是車用晶片 我們講到車用晶片 我們現在有個概念 你知道BRD7月賣出多少輛電動車嗎 一個月34萬0800輛 那一年會賣出多少 當然在高階晶片上面 我現在就必須 我們現在必須要承認說 其實中國的電動車的晶片 它是仰賴德國英飛林 還有呢 荷蘭的那個恩智府半導體 還有呢 就是瑞士的易法半導體 這三家公司 因為大陸現在國產車用晶片 大概只佔10%而已 那都是瑞士 荷蘭 德國 這幾家公司 提供絕大多數的晶片 那因為這樣 所以比亞迪他可能有點受制於什麼 歐洲公司對不對 可是你現在歐洲跟加拿大跟美國 都對這個中國進口電動車 尤其是大型電動車 採取這麼高 甚至到了百分之百的關稅 所以其實大陸現在 他們現在正在極其之追 也就是說 國家現在要趕快加強 提升車用晶片 為什麼呢 因為如果你不提升 你就會被人家掐著脖子走對不對 好 那你要知道 我剛才講的這三家公司 他們的營收 百分之超過30%都是來自中國 所以在這種情況底下 你不可能在簡短的時間之內說 我把這三分之一的營收 轉嫁給哪裡 轉嫁給南美的國家嗎 還是轉嫁給非洲的國家 還是轉嫁給東南亞國家 不可能的 他們要賺錢的 所以 另外還有兩家 非常重要的晶片製造公司 一個是日本瑞薩 另外一個就是德州儀器 美國的德州儀器 他們分別也有25% 跟20% 那等於是說你把這個20%拿掉說 你不可能再賣 這個高階晶片 給中國的話 那他們 這個公司是沒有辦法 支撐下去的 尤其第一個 不答應的就是德國 你說德國 它現在在整個關稅政策上面 它就是沒有辦法站在 歐盟的同步上面來看這件事情 為什麼 因為他們的晶片技術比較高 那就是在這種情況之下 英飛林的上季 上一季 季報非常不好 季報已經不好了 還要撤出中國市場 那萬萬不可能 所以我們現在繼續觀察下去 就是中國他們自己本身要 把自己的 車用晶片的 那個自製率提升 而且 我覺得 兩三年之內 他們就會大幅提升 到時候這些歐洲的主要晶片生產國 他們就會成為 就是說他們的 銷售政策以及財報 都要重新再亂過一遍 不然的話 會產生經濟危機 像幹哥剛剛有提到 這樣對你的電動車 課百分之百的關稅 包含對你的鋼材 鋼材也都要受一些不合理的關稅 那面對這樣子 美加 美國加拿大他們這種惡霸式的課稅行徑 其實我認為中國大陸在這邊 應該也是有一些反制的好牌的 建長覺得在什麼時刻 他們要打出這一張王炸牌 現在 就是現在 我們這樣講 當歐美這些國家 它的產品 競爭力高於其他國家的時候 他就說 一句波音的營運副總裁常講的話 Competition is good 競爭是好的 但是 當他無法超越中國大陸的時候 他就開始搞小院高強 那我剛剛講到的 無論是晶片 或者是 我們講到說電動車都是如此 那 現在 歐美最喜歡講中國大陸的是什麼 叫做產能過剩 這句話誰先講的 這句話就是 就是美國財政部長 那這件事情真的是過剩嗎 不 是中國以合理的價格來出售 無論是電動車 或者是提供自己所需要的晶片 但是這個價格是歐美所沒有辦法接受的 但是我想請問一下 也就是在2015年的時候 巴黎協定的過程當中 大家不是要減少太排放嗎 那你為什麼要這樣做 而且這樣做減少中國大陸進中國大陸的電動車進口 你真的對於地球的這個生態進到多少的一個幫助 另外我們不要忘了一件事情 第二次世界大戰發生的原因在於1929年到1933年的經濟大蕭條 經濟大蕭條就是各國築上了這一個關稅的高牆 大家關稅壁壘所造成的結果 我們現在還要再來一次嗎 確實 包含美國這邊也有許多的前高官他們也出來呼籲 對中國大陸的貿易限制跟關稅方面 你可以做一些這種對年底大選的立即考量 但是切記不能太過頭 那如今在民主共和兩黨都要走一個抗中路線的氛圍下 美國如果堅持要把中國大陸排除在關鍵產品全球供應鏈 達到他們所謂的這個去中化 那最後會換來一個怎麼樣一個下場 其實就是說要把中國大陸從關鍵產業鏈排出來的話 第一個是短期可能有一點點利益 可是中長期對這個美國還有這個西方國家是非常不利的 第一個就是中國大陸會自給自主 那接著下來中國大陸如果掌握了關鍵技術以後 它的生產會把很多價格做成白菜價 把市場全球市場份額都吸過來 而在禁止對中國大陸銷售相關產品的過程中 美國跟西方的企業會喪失這個很多的實際的營收 對他們公司的存在跟發展產生危機 對 就是不提供中國產品 另外一個就是說不買中國產品的部分 事實上的話 並不會造成製造業回流到美國跟西方 而是把中國的製造業變成就是說 由中國的廠商主導 就是說到其他第三世界的國家去投資 那這個投資會事實上 會讓中國的產業製造 這個體系更為國際化 那基本上的話 如果說這個轉換的過程不好的話 那會造成美國這些相關產品的供應 或者是西方相關產品的供應 它的成本會提高 那麼相對的就提高它國內的 製造它國內的這個通膨的可能性 所以我覺得就是說 自由貿易其實 從美國自己的經貿學上是最好的一個制度 你要人為去限制自由貿易的這種流動的話 你對一些小的經濟體的話 可能你可以變成這種扼殺的效果 像美國當時對付日本 日本有技術 可是日本沒有市場 中國大陸有技術的潛能 中國還有龐大的市場 所以你把中國排出供應鏈的話 事實上的話第一個做不到 而且就是中國大陸的科技研發能力 創新能力 現在也不是美國人想像的那麼差 所以就變成就是說 我覺得就是說 用這種人為的干預市場的 自由市場的產生的這種平衡的話 事實上短期美國可能有些政治利益 中長期對美國 對整個西方 被美國扯入這個切斷 跟中國供應鏈的這個整個 涉入的國家來講的話 都是極大的一種負面影響 所以你可以看出來 只有美國熱衷於此 就是日本 歐洲 大概都不願意跟著美國走 那跟美國走的基本上都是怎麼樣 被迫才知道 像這個ASMO 它現在對大陸要進一步的這種制裁 其實荷蘭從總理到ASMO的總經理都反對 只是美國 因為為什麼反對 就是他說第一個不會有效果 第二個呢 他本身的這個公司的利益 就受到很大的損害 所以我覺得美國做這件事情是 最後就四個字 也不是四個字 五個字 五個字 順人不立即 順人不立即 為了年底的這個大選考量 長期來看大使覺得會是一個 短多長空的格局 對 短多長空 而且很短